之前有朋友让我来聊聊这双超新兴二代和实货的联名配色 首先啊 361和实货的联名基本上都用到了这个三原色 就是红黄蓝 同时呢 这个也被称之为高达配色 它的鞋面呢 这次用到了这个焦东的鞋面 整体鞋面的贴合度和舒适度啊 是比一代来得要更好 整体鞋舌呢 那它就用上这种翻毛皮的材质 上面也会做很多的这种网点冲孔 侧面包括后跟的位置都会有这个实货的质量 而这次的中底呢 还是全掌的碳零件 只不过它这次裸露的没有一代那么多了 外侧几乎是一个全包 然后中足的碳纤维板就坐到上面 然后这次碳板的面积呢 也变小了 差不多就是这么长 取而代之的就是这个TPU的环形结构 外底呢 就是香蕉底和水晶底的结合 鞋垫依旧是这种EVA鞋垫 整体这双鞋上脚还挺帅的 胸鞋眼光还不错 整体这双鞋相较于一代啊 最明显的感受就是 它变轻了 而且它的这个贴合度啊 也要更好 鞋面呢 在弯折的时候啊 初上脚啊 这两块会有一些这种卡脚的现象 穿开了就好了 中底呢 它改变了它碳板的形态之后啊 前后掌的这个探明镜啊 胶感就要更加的明显 前掌虽说它是做薄了 但是你还是能很明显的去感受到 前掌的这个下线和回弹 适配人群的话呢 它会更适合像1号位到3、4号位的球员 目前我看价格也比较合适了 如果有真正喜欢的朋友 也可以充了 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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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